。 蔡英文称太判了。拍间提醒加龙,还是要注意健康。 记者李英亭台中报道。 18.34分。 发稿。 19.40分。 更新影医。 绿色执政,品质保证。 民进党在年底选战喊出决战中台湾,中张投成了蓝绿选情交火最猛的区域。 今、十一、一整天。 总统兼党主席蔡英文与总统府秘书长陈菊,连杆中张投三县市,替县市长参选人与议员参选人受其辅选。 拉抬绿营中部气势。 傍晚重头戏在台中,替争取连任的林佳龙站台。 肯定林佳龙探量民进党招牌。 对于国民党参选人独秀燕狂打空污,环保署长李英元也特地出席。 蔡英文致辞感性发言,提到林佳龙就任后四年来,常常为了争取时间,总是边吃饭,边开会,有时候忙到就随便吃吃,回去被太太骂。 不过,林佳龙常说,为了台中发展,一点小小牺牲没关系。 说道着,蔡英文还转头拍拍林佳龙的肩膀,提醒的说,佳龙,还是要注意健康。 蔡英文为台中市长林佳龙授旗站台,肯定擦量民进党招牌。 图里应停射。 佳龙这么判,是在判什么? 蔡英文说,过去十多年台中停顿太久了,如果不用最快速度行军,会跟不上时代潮流。 并肯定林佳龙时长跑,不是跑三点半,而是跑到台北找行政院讨论台中建设,而我当总统后,压力就在我身上。 蔡英文承评,中央政府一定力挺,让台中更进步。 中央与地方齐心,我们不怕困难,用心,用力改变就会发生。 。 蔡英文还带领全场多次重复林佳龙重要政绩台中123比1条山首线,二大国际港,三个富都新,这是对人民最重要的承诺。 。 林佳龙说到做到。 。 而对于年金改革等引发的社会纷扰,蔡说,改革会伤,会痛,但为了下一代必须要改革。 。 我们是民进党,如果怕伤,怕痛而不改革,人民为什么要选择我们?所以,蔡强调,为了下一代改革的初衷从来没有改变过,未来也不会改变。 。 绿色执政,品质保证,蔡英文带领全场大喊,呼吁要对民进党这块招牌有信心,激起现场支持群众的情绪。 。 欢呼声,气笛声响彻不断,甚至蔡英文离场时受到民众热烈支持,从舞台中央走到出口,约100公尺的距离却花了近15分钟。 。 记者李英亭台中报道,18点34分,发稿,19点40分,更新影音。 。 绿色执政,品质保证,民进党在年底选战喊出决战中台湾,中张投成了蓝绿选情交火最猛的区域。 。 今,十一,一整天。 。 总统兼党主席蔡英文与总统府秘书长成局,连杆中张投三县市,替县市长参选人与议员参选人授其辅选。 。 拉抬绿营中部气势,傍晚重头戏在台中,替争取连任的林家龙站台。 肯定林家龙擦亮民进党招牌。 。 对于国民党参选人卢秀燕狂打空污,环保署长李英元也特地出席。 。 蔡英文致辞感性发言,提到林家龙就任后四年来,常常为了争取时间,总是边吃饭,边开会,有时候忙到就随便吃吃,回去被太太骂。 。 不过,林家龙常说,为了台中发展,一点小小牺牲没关系。 说道着,蔡英文还转头拍拍林家龙的肩膀,提醒的说,家龙,还是要注意健康。 。 蔡英文为台中市长林家龙授旗站台,肯定擦亮民进党招牌。 土里应停射。 家龙这么判,是在判什么? 蔡英文说,过去十多年台中停顿太久了,如果不用最快速度行军,会跟不上时代潮流。 。 并肯定林家龙时长跑,不是跑三点半,而是跑到台北找行政院讨论台中建设,而我当总统后,压力就在我身上。 。 蔡英文承诺,中央政府一定力挺,让台中更进步。 中央与地方齐心,我们不怕困难,用心,用力改变就会发生。 。 蔡英文还带领全场多次重复林家龙重要政绩。 台中123比1条山首线,二大国际港,三个富兜心,这是对人民最重要的承诺。 。 林家龙说到做到。 。 而对于年金改革等引发的社会纷扰,蔡说,改革会伤,会痛,但为了下一代必须要改革。 。 我们是民进党,如果怕伤,怕痛而不改革,人民为什么要选择我们。 所以,蔡强调,为了下一代改革的初衷从来没有改变过,未来也不会改变。 。 绿色执政,品质保证,蔡英文带领全场大喊,呼吁要对民进党这块招牌有信心,激起现场支持群众的情绪。 。 欢呼声,气笛声响彻不断,甚至蔡英文离场时受到民众热烈支持,从舞台中央走到出口,约100公尺的距离却花了近15分钟。 。 记者李英亭台中报道,18点34分。 发稿,19点40分。 更新影音。 。 绿色执政,品质保证。 民进党在年底选战喊出决战中台湾,中张投成了蓝绿选情交火最猛的区域。 。 今,十一,一整天。 。 总统兼党主席蔡英文与总统府秘书长陈菊,连杆中张投三县市,替县市长参选人与议员参选人授其辅选。 。 。 拉抬绿营中部气势。 傍晚重头戏在台中,替争取连任的林佳龙站台。 。 肯定林佳龙擦亮民进党招牌。 。 对于国民党参选人卢秀燕狂打空污,环保署长李英元也特地出席。 。 蔡英文致辞感性发言,提到林佳龙就任后四年来,常常为了争取时间,总是边吃饭,边开会,有时候忙到就随便吃吃,回去被太太骂。 。 。 不过,林佳龙常说,为了台中发展,一点小小牺牲没关系。 。 。 说到着,蔡英文还转头拍拍林佳龙的肩膀,提醒的说,佳龙,还是要注意健康。 。 。 蔡英文为台中市长林佳龙授旗站台,肯定擦亮民进党招牌。 土里应停射。 。 佳龙这么判,是在判什么? 。 蔡英文说,过去十多年台中停顿太久了,如果不用最快速度行军,会跟不上时代潮流。 。 并肯定林佳龙时长跑,不是跑三点半,而是跑到台北找行政院讨论台中建设,而我当总统后,压力就在我身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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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英文承诺,中央政府一定力挺,让台中更进步。 中央与地方齐心,我们不怕困难,用心,用力改变就会发生。 蔡英文还带领全场多次重复林佳龙重要政绩台中123比1条山首线,二大国际港,三个富兜心,这是对人民最重要的承诺。 林佳龙说到做到。 而对于年金改革等引发的社会纷扰,蔡说,改革会伤,会痛,但为了下一代必须要改革。 我们是民进党,如果怕伤,怕痛而不改革,人民为什么要选择我们? 所以,蔡强调,为了下一代改革的初衷从来没有改变过,未来也不会改变。 绿色执政,品质保证,蔡英文带领全场大喊,呼吁要对民进党这块招牌有信心,激起现场支持群众的情绪。 欢呼声,气笛声响彻不断,甚至蔡英文离场时受到民众热烈支持,从舞台中央走到出口,约100公尺的距离却花了近15分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